其实刚才你在讲述你自己故事的时候 用到了一个什么小黄子 做什么事都黄了 做什么事都黄了 但其实呢也在告诉我们 你只有一次次地不断去尝试 去实践 你可能最终才能够找到 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光彩 我觉得我很看好你加油 谢谢老师 谢谢 总结出来了吧 第一是要自信 第二 贵在坚持 坚持 其实说到这我也可以分享一下 我之所以能够成为越战越勇的主持人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因为长得帅 不是 就是因为我坚持 你知道这个节目最开始的主持人是谁吗 方琼 真是 大家还能想起来吗 六七年前方琼主持这个节目 那个开播的样片都是方琼姐主持的 有一天方琼姐说我累了 我想歇一天我来提班 从此我就站在这儿 我就再就没下去过 观众问说杨帆你累吗 我知道我累 但是我要坚持 因为我坚持不住的时候 方琼就回来了